第二題 那裡面的話大概就是這些題啦 總共有三題 打開這一題之後要做什麼 他說把序則2全部複製成序則3 然後再做這些動作啦 你看完我先做一遍給各位看會比較清楚 第一個就是序則2在這裡 把它複製一個 複製怎麼複製比較快呢 其實你可以按右鍵 右鍵有一個複製啦 有沒有遺動 不過我建議不要用這功能啦 為什麼因為直接拖拉再按Ctrl鍵 這樣的複製比較快 OK你就不用在那邊按右鍵 把 這個改字點兩下改成3 那2跟3現在就一樣 可是他要改改哪裡 其實這個是老師教師研習嘛 也就是說第一次 序則2裡面是入門的 序則3呢 是進階的所以你把這個 入門跟這個 複製的這個把它改成叫進階 OK OK 那進階的話呢 有兩個老師沒參加 剛好就頭尾 這兩個老師沒有參加 所以你把它刪掉 頭跟尾 然後研習時數呢 全部 改成 編號重新編號 然後 所以1 然後總共 本來14個 變成12個 那研習時數呢 全部都進階班的話 全部都兩個小時 OK應該可以理解吧 反正只是改了什麼 複製過來 入門變進階 頭尾老師沒參加 時數 都是兩個小時 OK 好 所以也就是說呢 序則2跟序則3是 入門跟進階的 參加時數 哪個老師參加了 所以其實當然你可能還會有序則4序則5 可能有很多個 可能教室研習 一個學期下來 恐怕超過10次以上啦 那當然你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是承辦人員 那你要怎麼樣把 哪個老師 參加過幾次 的加總次數加起來 因為現在都有評鑑 就是說你可能 一個人可能一個學期 至少要多少時數 你才合格啦 不然的話你能沒有 有點點數制度 所以呢這個地方的話 假設這個老師 他參加過多少時數的話 那你要怎麼把它加總起來 當然如果你不懂的一些 比較快的函數的話 你可能就是這樣 切過來看一下 王清路老師有沒有 沒有 這個有沒有 也沒有 所以他0 對不對 那李世元老師呢 切過來 有1.5 對不對 然後切過來呢 沒有 所以他1.5 OK 那這樣子的話 你可能 在做事 那其實你現在就是把自己當 當電腦當機器人啦 對不對 為什麼因為 這些動作呢 如果 當然才2個還OK啦 可是有如果有20個 或甚至200個 那你怎麼辦呢 你一個慢慢慢慢看嘛 當然就不合理了 所以你可能要想 更快的方法 可以把這個方式 可以解決 不過 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能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 其實這邊的話呢 當然提示 其實你可以用 插入函數裡面呢 你可以用所謂的 數學與三角 我們剛剛講的一個叫 sum 剛剛有個sum sum 上面有個sum 這個sum 基本上就是怎麼樣 意思就是說 我的範圍在哪裡 OK 這個 它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是 按確定一下 Range 指的 它底下 提示 所要加總的範圍 不過這個 這個提示 有點怪怪 其實這個 這個應該不是 所要加總的範圍 這個應該是要改成 所要 應該是判斷 判斷條件的範圍 這個不是加總 是要判斷條件的範圍 要加總的 其實是最下面 這個 有沒有 sum range 然後 你還發現 這個 這個 將被加總的儲存格 所要加總的範圍 好像兩個 這個說 所以這個 應該是要判斷 那判斷什麼呢 就是 王慶祿老師 這個老師 他在 序則二裡面 有沒有出現 如果有出現的話 就幫我把什麼呢 那 Crituals找哪個老師 找王慶祿老師 然後呢 加總的話呢 就是 再幫我把 他這個範圍裡面的 全部 有出現他的 幫我加總起來 所以再切回來 OK 這樣的話呢 他就會自己幫我去找 這範圍裡面有沒有啊 有沒有 有有有 如果有 那就幫我把 對應的這個 時數幫我加起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三米符 中間是條件 上面是比對的 如果比對到了 就把他對應到的 這個 底下的同樣的位置 的時數 加總起來 所以特別注意喔 上面其實是一符啦 對不對 下面是什麼 下面是三嘛 所以他的概念 有點 有沒有 三米符 其實這個 我剛剛講 我量的函數 把它拼湊在一起了 但是就是 反正你就要知道這個邏輯就好了 你就自然不會做錯 不然有時候用背的這個恐怕也不是好方法啦 那你 其實也不用急著做啦 你可以發現上面都會有告訴你一些訊息 那回來告訴你零 表示說在這個範圍裡面 王庆路是沒有的 所以他也不會幫你加 OK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直接按確定之後 好 不過按確定之前呢 你可能要注意幾件事 第一個 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所以向下填滿的話 那這個範圍 有沒有這個範圍一定不能變嘛 你越來越下面 下面就空的 所以記得按F4 那當然比較標準 只要鎖列就好 因為我們沒有 鎖那個 3跟 16 這個也是一樣 加總的範圍呢 也不能變動 所以這個也要把它鎖起來 按確定 好 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這個時候就出現王庆路老師 這個他沒有時數 那其他人有沒有呢 你會發現 如果有參加的 他就會被比對到 有 李士元老師有1.5個小時 以此類推 但是 你現在只有加入門班的部分 那進階班的話怎麼辦 其實 進階班的話呢 因為 當然你可能 怎麼怎麼去把它在 理論上當然後面還要再加第2班嘛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再加 但是加你可能後面還要再做一次嘛 但是 有些東西你會發現是一樣的 即便你再做一遍 他的公式 也是相同的 有沒有 只是換了一個工作表 跟找的範圍 其他都一樣 所以比較聰明的做法應該怎樣 Ctrl C 中間記得用加 為什麼 因為他是最後加總之後的時數嘛 加另外一個時數 就是 貼上之後有沒有 那你特別主要只要改什麼 工作表 跟範圍 那範圍因為 因為有兩個老師沒參加 所以他的 那個最下面一列應該變成多少 14嘛 然後找的也是這個 B2 也是這個老師嘛 然後這個工作表一樣改成 3 這邊改成14 好 那其實就邏輯啦 所以我想 很多東西真的是 不是死背的 而且你也不能背啦 因為背起來 沒意義嘛 主要是理解 到底你要做什麼 所以如果你邏輯通了 答案應該就出來了 再來就是說你要熟悉 每個函數 到底要什麼 你給什麼對的東西 就OK 好 那把它打勾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 其實答案就出來了 OK 那不過 那用 函數的缺點是 你會發現 這是第1個工作表 這是第2個工作表 那如果說你還有很多個的話 當然 可能低於10個可以這樣做啦 可是高於10個我看你可能要想別的方法 有沒有什麼回圈 自動去幫你做完 恐怕比較實在一點點 不過按部就班來看 反正 這個範例主要是 了解 三米符的使用方法 特別注意喔 三米符 記得 不用急照 不用急著 馬上要做出來 你去 也許你 中斷一下 看一下 了解一下 到底它產生什麼 它一定是選一個範圍 上面是一符 下面是加總 如果你可以了解這個道理的話 後面你在做三米符 應該都會很順利 好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來吧 謝謝 謝謝 謝謝